好一个财经的议题我请教一下委员 一个是这个美国联准会公布 美国联准会我们看到亏损已经突破了 2000亿美元大关 到10月3号为止 联准会向这个财政部上缴的收益 负的 那当然在这个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这个股市利多之后 也有很多的资产所谓的出逃 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个未来中国大陆 有没有可能摆脱ASML的这个基台呢 大陆湖北九丰山实验室 宣布在这个细光子技术取得了进步 那这个晶片呢 被认为就不需要依赖这个 极紫外线的这个围影设备来生产 所以业内教它晶片出光 这个很有画面感 使用传输性能更好的光讯号来代替 那来代替进行传输 据说台积电也正在研发 你怎么看的 台积电不是在研发 台积电是这方面的霸王 霸王 对 到目前它的细光子技术遥遥领先 用那个华为的意证来做 它只是市场不成熟 它意计是在2025才推出这个产品 大陆上如果能够突破这个细光子技术 可喜可贺啊 就是半导体的技术的又一帆 一个成长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光子听到好像很先进 其实一点都不像 就是我们家的光纤 简单讲我们叫光纤 因为过去的半导体是 那个比如说GPU啊CPU啊 这里都是用电子讯号在运作 可是它传输出去也用电子讯号的话 经过一些线条基板铜线啊 速度比较慢 所以人们就想到说 那我用光纤的原理 就是中间来输送用光子来输送讯号 就从半导体到记忆体 从记忆体到其他电子元件 这种联系的管道用光纤 那想来想去 都是有了已经早就有的 所谓的这个光子 这个光学的这种所谓的波导元件 可是看起来都出出大大了 你看到半导体拿起来都出那就是 那现在很早以前啊 台积电就想到说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种 用这种光学的这种元件呢 我可不可以把这种光学的技术呢 就用矽精来做 用矽精片做 然后就把它封装在原来的GPU 这个CPU旁边直接压在什么 封装起来直接压在那个 那个PC板上面 或者是电子机板上面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体积不是可以缩小吗 而且速度可以什么 加快啊 那这个这个方法早就提出来 台积电发展成熟 台湾可以做细光子元件的厂商 至少10家 至少10家 那因为只有比较高档的一些产品 才会用得到 总是因为新的东西收的贵嘛 那大陆上开始突破能够做这个 但做这方面的技术真的不需要EUV啦 因为它那个不需要做得很细啊 不需要做得很细 那些光学的一些讯号 不需要那么细啊 所以用一般的DUV就凑凑有余了 甚至也不用到什么28奈米 有时候64奈米就可以了 那只是说这光学的技术 如何把它封装在里面 就要那个台积电最有名的COSWAS 叫CIP ON 这个什么WARFER 这个ON 什么Substrate 那名词台积电发明好难背 对 那如果能够 也有手突破的话 那对大陆的晶片业 争取生意上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加 加分啦 但是 我勸勸大陆的朋友们 这要讲给领导听 要讲听得懂的 就像我这样讲领导听得懂 不然领导会以为说 哇 你现在可以取代现在矽晶片 我们现在不用这个EUV 我们就可以把东西做出来了 哎呀我经常太很口气 有时候大陆的消息传递 大部分的领导不可能 知道那么多的技术材料啊 那以前老一代的领导 就经常被骗走很多的补助 真的很多大基金就这样花掉 很多钱花掉 我觉得很可惜啊 那没关系啊 过去的记录要记住 做这个东西是有进步 值得肯定 但是不要把它说成 可以取代现在的什么 什么什么细晶片啊 不是 它是补助用的 好 委员这个 那个不是 那个虽然是新闻大 但是不是问题 2000亿金额算是很小 我解释给大家 为什么很小 因为为了要操纵利息 利率的升降 那利率当时这个疫情来的时候 美国要怎么发钱 要发钱利息要拉低 怎么把利息拉低 就是不断的把债券买进来 越买越高 债券价格越高的时候 这个联准会手上一堆债券 都是在高利息买进来 低利率买进来 高价格买进来的 结果后来要什么 要降息了 就像它降息开始抛了 你是高价买进 低价卖出 你当然要赔嘛 而且它金额这么大 才被2000亿啊 好像有点少 有点少 到底有没有隐藏性 有没有隐藏性 我都怀疑 应该不止 因为它买卖金额非常大 美国的债券市场一天成交量 都在5000亿到8000亿美金 而且它操作那么久 对不对 只赔2000亿 还是账上赔 隔两天 它搞不好反手又回来了 像台湾央行在操作外汇 经常会造成亏损 不过因为台湾的规模小 要赚钱回来比较容易 联准内赚钱回来不太容易 不过没关系 都账面损失而已 账面损失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 中方又有重大的一些伤亡 就是中国企业的车队 刚刚抵达巴基斯坦机场 就遭到恐攻 目前总共是三人死亡 17人受伤 其中中方是两人罹难 一人受伤 整个事情发生在中国代表团 刚刚抵达克拉茨机场之后 不久就爆炸 代表团是来参加 10月下旬的上核组织的会议 然后当然中国驻巴使馆 第一时间强烈谴责恐怖主义 也启动了这个紧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然后你看到这个 毕露兹解放军也声明 目标正重的从克拉茨机场出发来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针对的一个行为 是 毕露兹这个恐怖组织 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定义它是恐怖组织 包括美国 英国 欧洲 还有巴基斯坦都定义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那我们在前不久 有一则新闻就是 伊朗跟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互相轰炸 开战斗机去互相轰炸 对方的国主 其实后来打了半天都什么 就是你打我的分离主义 我打你的分离主义 我帮你打你帮我打 虽然说打到我们的国境里面 但是双方来讲都表示认同了 那上海合作组织本来就是 中亚地区的一个 这种安全性的一个组织 所以这个代表团到那边去来讲的话 它本来就是在研讨中亚地区 就包括巴基斯坦 包括到这个中亚地区 很多的这些国家来讲 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 讨论的一个工作 那当然毕露兹主组织 他利用这个机会对于来讨论和平 那和平 当然针对毕露兹主是很明显的 因为大家都把它定义成 包括巴基斯坦都把它定义成一个 这恐怖组织 那我们现在要怀疑 毕露兹主的组织是谁在支援 背后他的老大是谁 其实传说中 我不敢说确定 传说中是印度 为什么印度跟巴基斯坦一直有仇 因为我爱问力将军 因为中国的车队也好 团队也好 被攻击不是第一次 对 所以代表说中国在这个地方 也非常辛苦 因为中国来讲的话 跟巴铁虽然说是 国家之间互相合作很重要 但是中国也需要 从瓜达尔港就是 其实它这个组织大概都在 刚好就是在瓜达尔港那边 就是巴基斯坦的东南部 那个地方来讲是瓜达尔港 那中国一直希望 从瓜达尔港这边开闭一条 中巴经济走廊 一直拉到中国的新疆 从那边进去以后 不管是游路或者是说管线 那将来来讲 如果这边有游管 可以从这边进去来讲的话 中国的游路就可以 不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也就避免掉被这个 欧美国家来讲 在这边卡脖子的危险 那我可以从这边游路可以进去 所以我们看到瓜达尔港 中国一直在这边 加强对这方面的建设 那巴基斯坦政府 也愿意在这方面提供协助 可是很遗憾的就是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毕露兹 这个组织他们活跃的一个地点 所以他们经常会对中国 来做这个攻击行动 其实他不只是对中国 他对巴基斯坦政府军 也经常做一些这种恐怖攻击的 活动跟组织 那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感受到 就是中国为了在 开闭这条中巴经济走廊 其实他所承担的风险 其实是非常大的 而且你看这个极度针对性 他一下就等于说一到几场就会大 这个组织本来就是针对他们来做讨论的 就是怎么样来让这个地方能够和平发展 但是这个组织你很难讲 现在来讲 传说中 传说中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那有可能是印度在背后支持 因为你一个恐怖组织 就像是我们现在是明的讲 像胡塞组织啊 或黎巴伦在组织上 背后老大就是伊朗嘛 那被入住组织 背后老大有可能是谁 支柱他有可能就是印度 因为印度一直跟巴基斯坦不合 他们彼此之间是一种敌对状态 那他就有可能支援这些 这个你的分离主义者 来对你实施这个巴基斯坦政府来实施对抗 那中国你要在这边盖这个码头 来协助巴基斯坦 他当然就会对中国实施攻击 那当然中国对这个组织 其实平常讲 他真的就是恐怖组织 因为如果说是光中国定义 可能大家或许还觉得说 中国偏反跟巴基斯坦友好 所以偏反 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包括这个巴基斯坦 自己本身都把它定义成 包括伊朗都把它定义成一个恐怖组织 所以他确实是一个恐怖组织 当然这个世界上这个战火绵延的 还有中东地区